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在韩国论坛 台湾超商可以叫计程车的机器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连现在住在台湾的我 也是看了这个贴文之后才知道这件事 一位网友上传了韩国GTBC电台的一个综艺节目片段 不用APP叫计程车 透过机器叫车? 呼叫计程车机器? 在台湾超商用机器叫车 一,按下蓝色按钮后再按原型按钮 可以选择各种语言 二,输入电话号码 三,选择支付方式 等待派车 呼叫计程车成功 六分钟黄色丰田 在无法使用手机的情况下很有用 还有就是不容易说明自己位置的外国人 只要有机器就可以不需要说明地点直接呼叫 哇,这真的是天惨 像我也是有时候叫Uber的时候 我的定位不是很正确 所以就会看一下是什么路几号 自己再输入一遍 但如果是不会中文的外国人 7的话地址自动就输入了 这机器对外国人来说 真的是天才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这个真的很神奇 但是需要台湾的电话号码 所以之前便利店店员帮我输入他的号码 哇,要是我们也有这样的设施就好了 我妈妈每次搭计程车都是我帮忙叫的 但有一次她自己出门 结果因为叫不到车等了超过40分钟 周围都是便利商店 要是也能像这样叫到计程车就好了 台湾和日本对于不懂当地文字的外客游客来说非常方便 在韩国外国人能不能好好搭计程车都成问题 搭公车的话还会遇到危险驾驶的情况 问司机问题也常常被惹得不耐烦 台湾的那个机器甚至还可以炼烟演唱会的票 在都市便利店很多 但在乡下偏僻的地方便利店并不多 所以这也有困难 我觉得还是把这些机器设置在公车站比较好 台湾好像多么偏僻的地方也有safe 台湾在这方面对交通弱势者的设施真的做得很好 一走上街头能看到很多人坐着轮椅四处移动 这就说明那里对于伸张人士来说行走真的很方便 而且那里两车道的半马线 绿灯时间从59秒开始 反观韩国连流车道的半马线 绿灯时间也只有29秒 本来觉得自以为知道台湾的超商有多方便了 但没想到竟然还有这种这么方便我却不知道的服务 所以还有没有什么很方便但是外国人不太知道的超商服务呢 不过可能台湾人已经习惯了 所以也不会特别觉得怎么样了 想不到吗想不到吗想不到吗 在这方面对于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